各位小七車觀點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小七 又到了我們車主訪談的單元了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屏東縣新原鄉農會 因為我要來訪問一位在地的車主 那這個車主它使用的車輛是我身旁這一台 中華林立A210自排的車型 我想很多在地的車主都想 自己買一台發財車來自己產地直送 這樣的話不僅更有效率 同時也能夠讓我們的生意能夠越做越好 那到底買一台發財車應該注重的點有哪一些 實際上使用發財車的車主 他在意的點又是哪一些 那首先我們先來訪問我們的車主阿智 小跑步入列囉 看來當兵當很久了 不久才七年而已 七年齁 你是之前當志願役 是 現在是返回到我們新原鄉 在做什麼行業 在種餐 種餐喔 你們在種什麼 我在種苦粿 新原這裡應該是比較臨近萬丹 對 所以應該是紅豆比較有名 對 紅豆跟稻米 你是怎麼進口粿 在一次因緣際會之下認識 因為種苦瓜的感覺好像 還不錯所以就去學習 苦瓜是種完之後寄人家賣呢還是 屬於自產自銷 就是自己種完之後 再去市場販售這樣 所以你銷售都是到哪裡銷售 屏東比較大的就九爐市場 九爐市場 那你之前開什麼車 之前是開威力1.1 威力1.1 那很久了耶 對啊 很久的車了 那是什麼時候換這一台林立 這一台林立是今年四月剛換的 所以買不到半年 對 買不到半年 那現在跑多少了 現在跑4000多而已 4000多而已 所以這台車你平常都載多長 這台車我載最長的 有到660公斤左右 所以你剛有提到你有尾門 你這次新車就裝了尾門 對啊 尾門又有三四百公斤 有 所以再加你那個600公斤 這樣炒你有沒有夠力 炒我覺得是夠用啦 夠力因為有些人會說手牌會比自牌更有力 可是我覺得 取向於方便啦 對啊 因為主牌就不用壓 就前進好 邊 頭前到後邊 手牌你要邊來邊去 比較忙 所以你們現在年輕人 你貴庚啊 今年35 35歲而已 算年輕的啦 沒有沒有 還很棒的公斤 還很棒 你媽應該比較少人 我老婆比較年輕 所以你買 你當初為什麼要考慮買自牌的發財車 其實這也有一部分是我老婆啦 因為之前在開威力1.1的時候 有時候天理在忙 要叫她把貨車開 就是先把古瓜載回去 可是因為她只有自牌駕照 所以沒辦法 所以後面就換新車之後 就考量到老婆的因素 就換自牌比較方便啦 以前開威力1.1的時候 叫她開回去 就說 那手牌我不會開啦 可是我這間要煮牌 它就不會出這支我 就不會照顧 對 照顧 一定要幫你開 而且車還掛它的名 好啦 我們再說回來這台車 那當初為什麼會選這台車 這台車 林立馬 因為在市場蠻常見的 因為大家 我認識很多輩都換這一台 A180、190 然後因為考量 就是因為我這個人 比較喜歡跟人家不一樣 他剛好又出210 210的優勢就是 它的熬到 又多10公分 可是 實際看起來沒什麼差別 可是就選A210 因為人家塞100公分 一定要塞210公分 一定要塞210公分 一定要關一下就對了 對 你剛才說很多輩都塞這台林立嗎 對 其實那些都開這台多 都A180、190 我看你們枕頭也很多 我剛才來的時候都是林立 對啊 這好像都是變種田的一個logo 這個林立的牌子 像你們這裡算屏東 這個維修怎麼方便 維修 其實蠻方便的 三連其實都很方便 很多都 其實你如果沒時間 你如果靠電話進去 我進去 會自己來你們家搬車去修理 對啊 我剛才開你們家 看你們家 不只這台三連 你們家還有另外一台 我剛才來看龍飛 龍飛車也都三連 對啊 因為 三連在我們鄉下 就是屬於 台客車啦 少年人開三連 台客車 真的啊 這個車你平常在開 這個油耗大概多少 黃金右腳踏我在開 大概10-11 那這樣子 這樣你覺得省油嗎 我覺得 有家尾門這樣算蠻省的 如果沒有尾門應該可以 13-14吧 那你自己覺得跟以前 開貨車的時候 這台車最大的不同有哪一些 冷氣的部分吧 冷氣喔 怎麼說 以前那台舊貨車1.1 冷氣壞耶 因為是93年的嘛 二來就是 有比較安全啦 因為 它有搭配兩個氣欄嘛 然後還有防滑嘛 對啊 所以像車身動態穩定啊 巡漆防滑啊 盲點 這一些現在車該有的東西 它也都有 以前的貨車大概 沒有這些配備啦 差不多就是四十幾萬 就是陽春版的而已啦 不過現在雖然是五十幾萬啊 但是 應該有的都有啊 對啊 我是覺得後面因為 蠻符合經濟效益的 經濟又實惠啦 有沒有什麼其他要跟我們 觀眾分享的 關於這一台車 這台車喔 就超好用這樣而已 就也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詞了 找的是你 是你在做事上的好夥伴 對啦 主要是工作上 你啊 買東西就是 這貨車要先買啦 對啊 因為一直幫你賺錢 啊 啊妥善率方面呢 妥善率方面是 都OK啦 買回來快半年沒什麼問題啊 好那現在帶觀眾看看你的車 因為這台車就是新車嘛 大家買到的 應該是跟你一樣的車 那內裝的話 看起來跟一般的發財車不太一樣 對啊 比較轎車化的設計 然後你剛剛講的冷氣很冷 出風口設計得好高 然後我看這個椅子也是 都滿軟的 滿舒適也可以調整 對啊 那方向盤上還有定速喔 對有定速 還有調飲料 所以算很OK了啦 這種價位買到 滿高配備的 很舒適的貨車 然後儀表上面還有那個 行車資訊的顯示 有一個易經儀表 不錯喔 看起來很舒適喔 而且這關門的聲音 看起來不一樣 看起來氣密性還不錯 貨床看起來也蠻大的 對 這個貨床看它的尺寸 長度有大概2米41 所以蠻長的 寬度的話有1481 最大的載重是950公斤 所以你說你如果載600公斤的苦瓜 再加上這個你改裝的油壓尾門 開的行車真的很厲害 對啊 而且又比較方便 真的 現在的人其實都比較注重方便性 對啊方便就好啊 好那今天我們就謝謝阿智跟我們的分享 剛剛的反彈當中阿智也跟我們分享很多 他買這一台林立A210的一些進入的歷程 還有使用上實際的一些感受 甚至有耗的數字都分享給各位了 那我在這裡也歸納五點喔 阿智他購買這一台車最重要的幾個考量因素 那也可以提供給各位要買小發財 或者這一類小貨車的人來做參考 第一個當然是車子要奶超奶吞 這是最重要一點也是您剛剛提到說 93年的威力 對 增加近年 還換一隻新的 所以這奶超奶吞是最重要的 再來就是要保養便利 像這裡大家一些小巷都看得到中華的車 再來就是實際上的載貨能力 載重也非常的重要 當然這台車如果安全 更能夠有保障的話 那當然我們更安心了 最後就是有自排最好 為什麼呢 因為你就可以叫你老婆來載你 那以上就感謝阿智今天來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就跟觀眾先說再見囉 拜拜 這個移動後車其實還有二三十五年 這個A180、190 二手還有這個價值 是喔 價值還有 像二手 他沒有在台北下來 很矮刀 所以這種發財的中古車是蠻保值的 這個就算是這種 就算我開了20年 我開了五個退休嘛 這個到現在還沒 10萬元也沒問題 10萬元也有10萬元 所以這款車還可以賺錢 還賣的時候還有錢 而且你這個車也要 買的選擇性多多 因為還有雜貨 因為它是煮白的 你要看古董 對啊 因為雜貨一定要煮白 他不會拿手霸 所以你這次要選車 就有這個考量因素在 我考量很多啦 我看古董 你如果真的要拖 因為兩隻真的兩台 我該換三種盤 我也是會買主牌 這台還賣 應該也很好賣 因為它自排 自排比你手牌貴三萬 可是你要賣真的比較好賣 因為你 搞不好中古車比較多錢 嗯 因為你要賣 你要多到一個女性族群 因為現在做小孩 在開手牌真的很多 開手牌像我媽媽 那個五十二年出 我會這樣 我也是會有一個小孩 對他來說 拜託 我會選擇 一個小孩 就是唐把整個大部分